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392集 现在是下午5点26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今天的雅股表现很不好 台股收盘跌340点 台币一直在扁 表示资金都在流出 外资都会回美国ban土了 这样台股怎么可能会好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新鲁 有什么感觉 是不是又在唱衰护国神山了 来看一下护国神山的股价 剩下446元 还记得它600多元这段期间 有多看好吗 很多媒体专家不断在讲它的利多 还有特定的电视台 每天节目一开始 就在捧这只护国神山 说全世界都需要它的晶片 它的订单已经满到民国几百年了 那时候一些朋友要进去追 我都跟他们讲 你追在600多元 万一套老你怎么办 他们都说不会 这么好的公司大家都看好 他要等它涨到1000块才来卖 结果现在剩下400多元 当散户都进去追的时候 外资把它当提款机 一直在出 然后会到美国 外资赚了股价 赚了台币汇率 也赚了美元汇率 这叫山营 而我们的投资人 进去追在高点 然后套牢 台币又扁那么多 这叫股会双杀 投资人有没有从这次经历中 得到什么教训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